一群全副武装的劫匪劫持了这家银行 他们逼着经理交出保险箱钥匙 胆小的经理表示自己的身体就是钥匙 于是就把他推了进去 经过扫描确认 保险库的大门缓缓打开 然后一个箱子弹了出来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钻石 装进袋子的同时 一个小装置也随着掉了进去 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 一名队友想要杀个人置住住心 和另一名队友起了冲突 两人一言不合就开枪 接着两人又扭打到了一起 不料其中一名队友的头套被扯下来 没想到居然是个漂亮的妹子 这下所有人质都看清了她的样子 队友建议杀了这些人质灭口 当她看到小女孩的时候 妹子最终没有忍心下手 那名队友又想上来偷袭 结果被妹子及时发现 转身哭吃就是一枪将其送去领了盒饭 然后拖着她的尸体迅速离开 途中小胡子叽叽歪歪说个不提 妹子实在是忍受不了 当机就是一炮子终于让她消停了 下车后小胡子拿到佣金率先离开 妹子名叫凯莉 是一个专门抢劫银行的劫匪 第二天同伴小帅过来找她 说自己的钻石里面多了一个硬盘 里面肯定有很多秘密 想找凯莉一起打开 还趁机对凯莉一顿甜言蜜语 正当两人要谈恋爱时 突然有人敲门 小帅赶快让凯莉藏起来 并表示可能是自己的女朋友找了过来 凯莉一脸无奈 这家伙真是个渣男 小帅打开房门 原来是一个漂亮的辣妹 突然一群人冲了进来 话不多说 直接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把二人一顿暴走 来源是一名西装革领的男人 目的就是要拿回 被他们抢走的钻石 和放在一起的小硬盘 首先确认这个辣妹 对他们没有什么卵用后 然后一个大肘子 将小帅干翻倒地 而此时的凯莉就躲在床下 小帅事意不让她出声 他们逼迫小帅赶紧交出 钻石和里面的硬盘 西装男孩告诉她 钻石我们可以不要 但是里面的硬盘必须给我 可是不管怎么折磨小帅 就是不说 凯莉抬头一看 原来硬盘就贴在床下 她赶紧拿下来藏在胸口 就在这时一把匕首 从床上插了下来 被刺到的凯莉 趴在地上忍住疼痛不敢发生 而床上的小帅 就这样领了喝饭 西装男让他们收拾一下尸体 自己则去打电话 向雇佣他们的人汇报情况 原来对方是个议员 硬盘里藏着重要的机密 并让西装男 不惜一切代价拿到硬盘 此时的凯莉一看屋里没了动静 还发现地上有把手枪 正当西装男要挂掉电话的时候 凯莉举起手枪瞄准了她 没想到枪里竟然没有子弹 于是她赶紧撒腿就跑 迅速来到了另一个房间 正要关门时 一个小喀拉跟着就要冲了进来 她迅速捡起地上的弹夹 对着大脚就是一枪 小喀拉直接变成残废 接着收拾好装备 迈着她那两米长的大长腿 一路狂奔来到一间杂物室 然后跳进通风管道 来到了员工的洗衣房 接着找了件衣服换上 然后又是一路狂奔 快速来到停车场 还不忘给洗车的小黑打个招呼 开着正在清洗的汽车快速撤退 这时西装男的车也追了上来 两辆车在螺旋车道上 一前一后展开生死实速 西装男举枪连续射击 凯莉的后车窗硬生破碎 小喀拉拿着机枪疯狂输出 凯莉头也不回急驰而过 遇到障碍就直接撞了上去 没有甩开西装男一伙 反而又惹上了佛波罗 三方车辆你追我赶 速度与激情再次上演 翻车后的凯莉快速从车里爬了出来 踩着玻璃碎片再次一路狂奔 最后来到了唯一幸存的 同伙小胡子的家里 小胡子拿起她的大喷子 由于太过于自信 门也不锁 等着对方前来送死 可下一秒 小胡子也被送去领盒饭 而凯莉也处在危险之中自身难保 西装男一伙赶紧搜查屋子 此刻的凯莉正靠着双手和受伤的双脚苦苦支撑着 脚上的鲜血眼看就要低下的时候 西装男一伙搜查无果正好离开 脱险的凯莉来不及休息 她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因为队友小帅的老婆和儿子正面临着危险 自己则赶紧前往营救 而西装男一伙则抢先一步来到了小帅的家里 进屋就把小帅的老婆打晕 然后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转身离开 留下两个小弟解决掉母子二人 可这两个家伙却见色起义 想对女人做几个俯卧撑在杀了她 就在此刻咔嚓就是一下 小卡拉飞出几十米 接着哭斥一个膝盖大飞顶 小卡拉后悔莫及 抓住脚丫子再来一边 另一边刀疤男马上就要得手 凯莉抽出小刀一个失怀命中 光头卡拉隐恨惜 愤怒的女人上去对着她就是一顿无情胡乱子 处理完两个歹徒后 凯莉想看看这个小硬盘里 到底有什么能让这么多人追杀她 可她刚打开页面就被定位 她和女人随即赶紧离开了阵 凯莉离开后开始监视西装男的去处 一路跟着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废弃的仓库 用枪指着看守的小弟给西装男打去电话 让他赶紧把钻石给还回来 西装男表示这些钻石也不是你的 都是那个议员的 凯莉可不管是谁的 给你五秒钟 如果不出来我就打死他 气愤的西装男赶紧走过去查看 惊喜地发现小弟双手绑着定时炸弹 还好二人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起来后继续到处搜索凯莉 凯莉突然从西装男背后直接冲了出来 拽住她的领带让她赶紧交出钻石 可就在这时 醒来后的凯莉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 还不停地被电击 西装男告诉他你要是再不说出来的话 我就让我的小弟和你谈恋爱 可凯莉就是不说出硬盘的位置 于是凯莉的两米大长腿就被放了上去 转动了几圈之后 可凯莉还是那句话 我是不会给你的 凯莉依然不肯说出硬盘的位置 最终凯莉还是忍不住疼痛妥协了 随后西装男带着凯莉一瘸一拐地来到机场 他们来到了一个储物柜 西装男逼迫凯莉将其打开 凯莉小心翼翼从里面取出一个箱子 西装男用不信任的眼神看着凯莉 剑没有任何异常便让手下上前检查 手下打开箱子惊恐地发现了炸弹 轰隆一声几个人瞬间全被炸飞了 西装男疑惑地看着凯莉 此时凯莉得意地说出了事情 原来凯莉和小帅的妻子早就计划好要引蛇出洞 所以才演了一出苦肉计 愤怒的西装男一把抓住他受伤的大肚 凯莉一脚将他踹开 此时的机场已经乱作一团 打斗中西装男掐住了凯莉的脖子 凯莉对着西装男的领带一划 一个硬盘就拿到了手里 她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眼前的凯莉 折腾了这么久 要找的硬盘却在自己身上 她有些懵逼 刘英挥手一拳顺势闪人 西装男不忍放弃 捡起手枪就要去追 此时大批的佛波勒及时赶来 无奈的她只好扔掉武器准备离开 刚到门外佛波勒已经包围了阵 她只好乖乖地举起双手 此时凯莉也走了过来 飞机上凯莉叫她的黑客朋友打开了硬盘 发现了惊人的资料 原来是那个议员要炸掉一个大傻 借此大乱自己好作渔翁之力 电影到此结束 凯莉则准备去另外一个城市 去揭发这个恐怖的议员